第11號颱風薛爾諾 它目前的位置已經來到台北東北東方 大約330公里的海面上 未來它持續向北加速遠離 在這一報8點的時候 它的中心強度已經略為增強 從原本的48增強到51每秒公尺 因為它整個的暴風半徑也略為擴大 從原本的280公里擴大到300公里左右 目前的暴風圈還是涵蓋著宜蘭、新北、基隆這些地方 如果未來的速度方向不變 我們預估最快可以在今天中午之前 解除入場颱風警報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 畢竟它的整個暴風圈還是影響到整個東半部地區 北部海面 這些地區的航行作業船隻一定要嚴加戒備 另外剛提到新北、宜蘭、基隆這些地方的民眾 一定要特別注意風的部分 今天早上在包含新北的萬里、瑞芳、淡水這些地區 都已經觀測到平均風7級以上了 另外在鼻頭角的陣風也是非常的大 除此之外 在橫沉坊的風也都來到10到11級 藍與綠島的風也來到13級 這顯示了目前這個強臺其他的風影響的還是非常的明顯 請大家還是要特別小心 而至於降雨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整體颱風的強對流 其實在它的近中心或它的南側 所幸這個颱風它整個強對流並沒有直接影響到台灣 但是整體的降雨其實還是非常的明顯 我們從過去兩天累積到現在的總雨量可以看到 之前一直呼籲大家北台灣尤其在山區降雨情況是比較明顯的地方 另外一個是中部山區這些地方 累積雨量非常可觀 我們可以看到新竹線來到593毫米 其他的各縣市也都有400毫米 而這些強降雨也都是集中在山區 特別要提醒 雖然我們在上一集有提到 今天下半天降雨逐漸緩和 當然過去這些地區下雨的情況非常明顯 大家未來前往這些地區一定要注意 攤放落石甚至有土石流的情形 那我們來看一下未來整體的雨量的預測 先從豪雨特報來看 從豪雨特報來看 因為降雨非常明顯的情況之下 目前前往主要發佈豪雨特報 主要針對就是台中一北地區 宜蘭地區 南投 中部山區 台南跟高雄這些地方 這些地方都有大雨或豪雨出現的機會 而特別是在新竹縣的山區 都有來到大豪雨 從過去的觀測 新竹縣的山區 24小時的累積雨量 有達到362毫米 這是這一次現在24小時的 累積雨量最多的地方 還是要呼籲大家特別小心 而從雷達回覆圖 我們也可以看到 颱風也非常清楚 而受到它的外圍環流 跟颱風的影響 其實在北台灣降雨 在今天下半天還是持續的 在這上面可以看到 綠色 橘色 紅色這些區塊 代表下雨的地方 除此之外 中部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局部的降雨 而且這種紅色的區塊 代表彰化 南投 雲林這些地方 正在有一些短岩石 強降雨出現 另外在高雄 屏東這些沿海地區 也都還是有一些強降雨出現 請大家還是要特別注意 而至於今天在被封面的 花洞地區的話 整體來說降雨相對是比較零星的 甚至要注意會有 焚風出現的情形 我們從未來的整個降雨趨勢來看 在今天白天我們早上提到 整體的降雨在北台灣地區 中部山區 今天上半天還是要特別注意 下午的時候雨量稍微少一點 晚上以後 整體的雨量可以看到更緩和 只剩北部地區還有些局部零星的降雨 南部有一些局部零星的降雨出現 等到明天白天之後 颱風已經遠離了 但是西南風的影響 中南部有一些局部的雨 中午過後其他地區要留意 午後雷震源的天氣現象 請大家特別注意 再來給大家看一下風力的趨勢 從今天早上整體的風力 可以看到颱風的眼在台北的東北方 紅色區塊代表風力很強的地方 這也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在新北基隆北海岸東北角這些地方 被紅色的地方覆蓋住 代表風勢很強的時候 現在風勢還是很強 一直等到下午的時候 才會稍微減弱一點 晚上減弱的幅度會更多 另外一個紅色比較明顯的地方 則是吩咐在恆春半島到蘭嶼綠島這些地方 今天白天的時候還是要特別注意 時間來到今天晚上以後 可以看到颱風更北移了 整體的風向 從原本的西北風轉來比較偏西南風 到時候可以看到北台灣這邊的顏色 比之前也是比今天上午的時候 來的沒有這麼紅 代表風力再稍微減弱一點 恆春半島的風力也開始減弱 但是蘭嶼綠島的朋友 還是要特別留意西南風 帶來蘭嶼綠島的強風 還是請大家特別小心 最後為大家整理一下 為了還是要注意風、浪、雨的情形 今天北台灣中部山區上午的雨勢還是明顯 晚起以後雨勢才慢慢的虛緩下來 另外浪依舊都是大 未來颱風遠離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走遭海域會有長浪出現 再來就是今天還是要注意 北部跟恆春半島還有離島的強風 場地的下一節 嗎 快點往來就行 坐在山風